西罗镇京城银行先是接到一通电话 声称待会会有一名女子签了汇款 取信行员之后 随即40岁的邓介女子就上门 要汇款10万元美金到香港 行员依旧认为女子有遭诈骗的可能 通知警察机关协助处理 西罗派出所所长卓尚志指出 警察跟行员仔细聆听女子汇款的理由 确认是诈骗案没有错 积极劝说拦阻 就要给他的女朋友 就要释放出一个名额给他的亲人 然后请他安排一位亲人 来签这个六合彩 然后来诈领奖金 那当然这个被害女子就不宜有他 他一方面也是恋爱中意乱情迷 也财迷心窍 他就深信这名男子的话 这座诈骗案亲信有 银行员机警通报及警察机关 妥事处理 让民众免于成为诈骗集团口中的肥扬 云林县警察局特别执政感谢状 奖励金以及纪念品 给经理廖文和 乡里张慧玲以及专员雷美慧 感谢他们激紧通报 京广基础黄中尉 云林县报道 明天地市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okay ships